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大埔有一名防暴警察 將立場新聞記者的身份證公開展示了40秒 這件事已經得到私隱專員公署公開表示 說會主動調查 私隱專員非常厲害 打響了查警的第一槍 這班警察今天被記者問到 在四點鐘的車天車地記者會裡頭 怎麼看這件事呢? 警察就說 事件當中負責截查的警員 是有不對的地方 警方會主動了解調查事件 有需要的時候配合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的調查工作 也關注到前線警員在示威現場 和記者有近距離的摩擦 包括記者和警員之間的爭執 互相指罵和有針對性的用語 就說這個情況是不應該的 但是警察就說 希望大家要明白到 前線警員在受到暴力衝擊的現場 很多時候在人堆當中 需要在短時間內 迅速辨認在場人士的角色和身份實在是不容易的 記者不一定穿反光衣 穿反光衣又不一定是記者 有時候反應可能大了 強調警方尊重新聞自由 也會尊重記者的採訪工作 這就是警察的回應 我們一起檢視一下 究竟警察會否認對 首先第一點 這個私隱專員 認真是大無謂 夠膽就是打向調查警察的第一槍 他全港第一發的 查警察就是他先做 不是 就是由私隱專員做先 而以後在歷史當中 在史冊當中 他就是第一人 真是非常好 在止暴制亂的主旋律下 他依然是堅守專業的底線 因為他是律師 他沒有歉於警權而作出妥協 這真是要讚他 他絕對是可以拿樓攤 隻眼開隻眼閉 扮盲 當看不到 或者和欺黎算數 但不是 他現在是主動調查 這已經是好事了 當然調查結果是怎樣 我們也要持續去看 但他起碼肯去查 第二點 那些警察只是承認不對 他不是承認錯 更加只是不肯道歉 這個某程度上也是語言藝術 他明知就是錯 但他不說錯字 他就說不對 到時就有一個回旋的空間 正如CY的邏輯一樣 不對和錯之間 就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他承認不對 為什麼承認不對 很簡單 這個警察其實是犯了一個非常低層次的錯誤 因為你這個警察在明知這個身份證明文件 在直播鏡頭面前展示出來是違規的情況下 你依然是要做這些小學階行為 根本上就沒有一個爭辯的空間 更何況在這個4點鐘 在車天車地記者會之前 在今早上 私隱專員已經說了 已經有足夠的理由去主動調查事件 難道還說自己是對的 所以他又不能認錯 故此只能認自己是不對 但他又不道歉 不道歉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避免影響警察內部的士氣和團結 這也是引證得到華盛頓郵報的報道 就是別人沒有虛構 不是作假 根本上這些憲委級和督察級 就是在包庇和縱容放任的 原作級警員的行為 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這麼低級的錯誤 竟然只是說他不對 第三點 這個警察是不用停職的 你留意一下 連休假過冷河也節省了 大家想想 當日11月18日的時候 在西灣河開著電單車 衝向市民隊 那個警察都只是休假休了幾天 這個節省了 所以根本就是散仔大了 高層放任他 在警察暴力當中全部人都有責任 第四點 根據這個記者的公稱 原來警察很喜歡 在示威的現場 高聲地讀出記者的姓名和身份證號碼 作出羞辱 這就是小學雞的低B行為 為何會覺得 把別人的名字和這些資料讀出來 是一種羞辱 為何? 因為你不能見光 你自己要蒙著臉 你就幫助被人起底 所以你就把大聲朗讀別人的姓名 作為羞辱別人的一種方式 其實真的很小學雞 很低B 有多少人覺得 別人大聲叫你的名字 就在羞辱你 真是不可理喻 此外 江永祥大警司 又在記者會裡 經常發表廢論 他今天加入了個人言論 他將市民的行為和黑社會相提並論 他怎麼說呢 他想起以前做反黑組的時候 黑社會會騷擾一些不肯交保護費的店舖 就說示威者現在意見不同 就去店舖搗亂是一模一樣的 進去就分散錯 或者恐嚇顧客 他就說最不想見到這些和黑社會一樣的行為 老實說 你就不能夠將這些黑社會的行為 和示威者和市民的行為相提並論 那些示威者有收過保護費嗎 那些市民有做過這些事情嗎 還有那些市民分散錯 你為什麼可以判斷得到 那些就是示威者了 對嗎 你怎麼知道那個不是顧客 你怎麼知道別人不想光顧 你有讀心術嗎 這些根本上是找來講的 還有你作為一個公共關係科的警司 其實你是不應該在這個記者會當中 加入這麼多個人意見 作為一個評論的 現在不是叫你論證 現在是叫你解釋警察所作所為 你怎麼會說出這些詆毀市民的說話 好了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警察投訴貨大整鼓 那他們整鼓誰呢 這就是簡浩明 簡浩明何許仁 就是當日和武漢一起 在九龍清真寺門口 遭到水泡車射藍水射中那位 根據他在Facebook所說 原來他在七月尾的時候 曾經向警察投訴貨 是投訴警察的 這個投訴貨一直拖 經過幾番作弓以後 10月3日就作出了最後的公辭 然後那些調查又拖 最後呢 官塘警署竟然可以為了撤銷他的投訴 明知他在今個月的七日到月底不在香港 竟然間就把一封信涵裡面寫著12月1日的信件 就在12月9日才寄出 並且聲稱他要在香港作為證人提供公辭 如果30天內不回覆 或者不在香港的話 就會取消他的投訴 簡浩明批評 這麼卑劣的手段 叫香港人怎麼可以冷靜呢 幸好他已經回到香港 並且聯絡警方 但是負責人竟然說放大假 要明年才回來辦公 到底警方想怎樣 大家如果有投訴成立的話 小心警方用以上的藉口撤銷投訴 好陰險啊 這個就是簡浩明的益術 這個也是非常卑鄙的 你那封信件寫著1號 但是寄信的由初就是9號 這些很明顯就是用行政手段 來阻拿或者拖延 那個投訴人繼續進行他的投訴程序嘛 當然啦 簡浩明身為選舉委員 即是他有份選的行政長官 他都不是省油的燈來的 他就趕及了在月底之前回到香港 而且他就跟記者說 為免警察溝通的誤會 他今早親自去到了 負責處理投訴的官塘警署 作出回覆 並且打算明天就以雙掛號郵寄的形式 作出書面的回覆 確保這個投訴個案 是可以繼續進行調查的 希望簡先生這個投訴個案 不會被人撤銷 但其實這已經是反映得出一件事 根本上你自己人查 自己人的制度就是淪陷了 是不是 查什麼呢 為什麼你不仿後 當年廉政公署獨立出來的歷史呢 當年這個反貪組警察一樣有的 你就是因為查不到 所以就要成立一個獨立的機構 具有法定權力 你才能反貪 好了 你現在說要監警 你這個監警會 又是形同虛設的 根本就是沒有牙老虎 加上你裡頭 全部都是建制派的成員 那些意見是清一色的 全部都是偏頗的 傾斜向警察那邊 監警會其實就等於撐警會 沒有分別 而且權力又有限 真正想運用的時候 又是運用不到 這就是外國專家所說的 人家說辭職 你說不是那個 加上再想一下 見微知著的就是 那個監警會副主席就是張華峰 他講過一些什麼言論 他就說贊成速龍小隊 不需要展示他們的警員編號 因為警員執法就要無後顧之休 這些根本就是撐警撐到出面 立場很鮮明 很明顯 傾斜向警察那邊 你還委任這些人 就做監警會的副主席 而且他去新屋嶺巡視的時候 怎麼說 還說新屋嶺有冷氣 又說有窗 但是開不了 多乾淨 你說這些說話 根本就是涼薄和冷血 說到新屋嶺好像風涼水冷 你不進去住幾晚 是不是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示威者 怎麼被那些警察租責打到骨折 多血腥 這個場面 多暴力 怎樣濫權 怎樣行使私刑 你監警會就是要查這些事情 是不是 你就沒有查到 而且你還說這些風涼說話 這根本就是 把嘴是很賤的 而且 當這個民主派在立法會裡頭 為周梓樂同學默埃的時候 這個張華峰本身就坐在那裡 忽然之間聽到默埃就走出去會議廳外面 這些人就是立場先於人性 你找這些人做監警會 再加上警察投訴 自己人查自己人 根本就不會得出什麼結果出來 一定是要成立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 來監察警察 就類似幾十年前的廉政公署 獨立於警隊一樣 一定是要這樣做才有效 何況你這樣做 其實都沒有人相信你 你不做就更加沒有人相信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